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先介绍一下 在我们身边的是耳鼻喉科专科医生 何志愿医生 多多好 你好 在电话里面的是Roy Roy 你好 你好 你WhatsApp来 告诉我们有些耳鼻喉的问题 所以今天我们请了Dr Ho来和你谈一谈 Roy 你可以将你的问题和Dr Ho来讲 你好何医生 你好 我本身都有十几年的鼻敏感 因为经常在转季和热的地方 一进去那些冷的地方 鼻敏感就发作 搞到我上班的时候 就不断在大罗鼻子和打黑痴 就是有时都会持续得很久 上整个大半周都是这样的 是的 就算我吃了药 也不是说太有用 我有看医生 那医生之前就有开过一些哄鼻的给我 但是他都叫我尽量少用一些 如果不是很严重 那都不会让他说那些哄鼻有类固醇的 因为我本身也三十几岁 对这类固醇要用下去 我都担心 所以也有些担心不知怎样好 首先我们鼻敏感是一个过敏的病 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反应 可以影响鼻 皮肤 甚至哮喘 其实是同一个过敏的问题 我们首先看病人有什么时候令到他不舒服 其实转天气这些情况 很多时候人们都会有些鼻塞症状 因为我们鼻的构造 鼻的两旁旁边有鼻甲骨的东西 这就像一个空气浮沫 我们呼吸的时候空气流通 那些污脏的东西就会黏在旁边 变成它也会膨胀 减低刺激或过敏的东西 进入鼻腔 气管 甚至肺 这就会影响过敏的反应 便会被塞 严重的可以进入肺 变成哮喘 其实进入不同温度的地方 鼻甲骨也会有肿胀方式 因为它的用途是扩张鼻哥的面积 帮助我们过滤空气 暖空气和湿润空气 所以我们去滑雪的时候 每个人都有鼻塞有鼻水 因为它会暖空气 因为空气特别干和冷 本身它也会胀 我们一出入冷气地方 因为温差比较大 还有湿度差很远 很多时候鼻的反应自然会有肿胀 和湿润空气 让我们呼吸入肺里的空气舒服 所以出入冷气地方 很多时候会有肿胀 有少少鼻水 这也是一部份正常的反应 但如果本身因为鼻敏感比较差 而地方也有致敏源 令刺激到鼻子 这反应比较强 所以会多很多症状 这就是所谓鼻塞的问题 我们控制鼻敏感的情况 很多时候我们预防方式 会教人洗鼻子 这是生理盐水 没有药的 简单就是清洁了鼻腔 也会少一些致敏源 令你少一点刺激到鼻子 肿胀的机会根本已经少了 但如果只是这也不够 很多时候我们会建议人 一些有少量雷固醇的喷鼻药 这也是局部性帮助鼻腔 让它的肿胀少一点 我们用雷固醇的原因 就是因为雷固醇是最强的消炎药 亦是最强的抗敏药之一 局部性只是喷在鼻子里 令到鼻子的粘膜肿胀会少了 这是一个预防方式的药 通常我们看到是日日喷的 不是久不中不舒服才喷 因为这样就没什么效 它是日日喷 令鼻面肿胀才会有比较长远和有效的效果 但因为这类的药其实很少吸收入血 大部份只在粘膜有效 所以人们长时间用都很安全 我们其实全世界这些药都用了几十年了 很多人其实喷了二十年都没什么大问题 所以这类的药其实是很安全的 Roy 其实我也想跟你分享一下 老实说我好像你现在三十多岁 我在你那个年纪我也是敏感到不得了 也很奇怪 我也相好奇 是不停流汽水 不停打黑痴 流鼻水控我刚才想理解 打黑痴是什么原因 为什么要不停打黑痴 不停打 自己也讨厌自己 打黑痴是一个自然的反应 即是控制不了 可以突然之间黑痴出来 其实我们鼻康后面那半 如果有分泌物 自然会有反应 打黑痴 噴了它出来 让你呼吸顺一点 多数是因为鼻水过多 才会有打黑痴这个现象 最常见就是人们晚上起床的时候 因为我们在床上最多接触到我们的致敏源 在香港多数九成有过敏的人 的致敏源都是沉满和默菌 其实床是最多沉满的地方 所以我们很多人一起床 会觉得有些被塞 打黑痴的情况 这些就是因为我们整晚睡觉 鼻子慢慢肿胀 到醒时是最差的时候 因为通常睡了六至八小时 在床上最近接触到我们的致敏源 慢慢分泌物累积在鼻子后面 一起床很多时就有些淡 鼻水倒流 第二是因为鼻后面那半 特别多分泌物 便会打黑痴 如果有其他东西刺激到鼻子 突然之间多了分泌物 亦会打黑痴 也是同一个道理 Roy你有没有眼水流眼水 因为打黑痴 流鼻水流眼水 有没有 眼水也会有 有时打黑痴很厉害的时候 便会在眼中吸入淡水 所以便以鼻后冷 对 全部有关 因为眼球前面的视网膜和鼻子 是同一类 变成膜黏到过敏的东西 自然会肿胀 分泌物自然会多了 所以眼痕会多了 眼痕是这样的 第二是因为我们的泥管 在眼的内侧向下落 其实便会落到鼻肝 下鼻甲骨的后面 变成鼻敏感很差很塞的时候 很多时候泥管都会濕了一点 很多人便会醒 眼泥水会多了 因为泥管濕了 流不下去 反而眼睛常常会痕和濕 我了解一下Roy的生活习惯 刚才Dr Ho说可以洗鼻用心理盐水 你有没有做这些事吗 洗鼻是没有怎样做的 是否有用的 其实很多人都没有听过 或者想像过这件事 简单就像教人拆牙一样 拆牙清洁牙縫 避免牙肉发炎 鼻膜会用生理盐水冲洗 为何呢 因为鼻甲骨的用途是 air filter 过滤 呼吸 其实一呼吸 所有耳蜜刺激性的 致敏源就会黏在鼻胶骨上 自然会肿胀 多一些鼻水 只要有少少清洗 其实已经差很远了 所以多数有过敏的人 通常教他们怎样洗鼻 他们已经舒服很多了 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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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好 这个简单 这个要试一下 你刚才说是生理吗 生理盐水 是 普通盐水可以吗 简单其实有不同的盐分 为何呢 因为用清水洗鼻 其实会疼痛 如果游水 水进了鼻 其实你会感到疼不舒服 但是用生理盐水 很中性 其实没有什么感觉 为何呢 因为鼻子的黏膜 如果有水 它会吸引液体 反而鼻子的细胞会肿胀 所谓生理盐水 其实有些 酸硫黄、硫黄、硫黄、硫黄 有些简性 简性会令你感觉舒服 而且中性不刺激鼻子 反而肯用 会舒服一点 我想问 Roy说 我是否去普通药房买到 还是要医生开放 其实大部份药房都有 因为市面上 五至十年多了很多 如果可以 我们尽量不想用药物 简单来说 所有过敏的问题是一样的 只要你少些接触到你的致敏源 自然发作就少一些 例如你吃虾过敏 不吃虾就没事了 但是在空气里面的沉满 其实你避免不了 你也不知道你天天在接触这些致敏源 所以我们有时会帮病人做过敏测试 看看是否沉满的过敏 我们会介绍有甚麽可以帮他 用生理盐水洗鼻是其中一个方式 如果有沉满的问题 我们会见人用隔沉满的厂单 皮包枕头袋 其实会有效很多 你会否提供Roy去检查一下 查一下自己是哪方面的敏感 通常我的做法是 首先见病人的时候 看他多严重 如果大部份人 因为香港的鼻敏感 其实我们统计三四成 都有些鼻敏感的问题 但大部份人都是轻微的 我们很多时候会建议人 用生理盐水洗鼻子 如果不是太差的话 有些接受的人 其实洗了他们 大部份都会觉得舒服很多 但如果还未那么理想的话 很多时候会建议病人做过敏测试 我们首先知道他什么致敏源 之前所说最多都是沉满 但有些其他因为家里有宠物 可以有猫狗 或者有些人在外国住了很久 有花粉症 回来亦有这些问题 香港花粉症比较少 因为香港没有花草树木 所以这些情况少很多 但我们通常会建议病人做过敏测试 其实Roy还有下半场 你还有东西问吗 是的 因为刚才我说了 如果医生要长期用 如果医生要长期用 会否用了会很依赖它 不停地用呢 之前所说的 我们用类固醇的喷鼻药 没有吸收入血 只是在鼻腔里面表面有效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因为在香港和亚洲 人们特别担心类固醇这三个子 每个一听到类固醇就很害怕 首先我们不需要用药物 首先我们用类固醇这个情况 其实我们这么多临床的研究 发现喷鼻的类固醇是最有效的 预防鼻敏感 在市面上很多人未必有看医生 去药房买些药来帮助 我们也听到很多人会选择 用没有类固醇的喷鼻药 反而这比用类固醇更差 问题是因为通常没有类固醇的喷鼻药 都是通鼻药 一旦噴了 类膜会收缩 人们就觉得呼吸很畅顺 这类是有些收缩血管的药 这类喷鼻药反而有依赖性和上瘾 跟有类固醇的相反 所以喷鼻药反而不建议人用没有类固醇的药 因为通常不建议用多过5至7天 但喷类固醇这类的药反而没有依赖性和不会上瘾 反而应该要比较长时间用 通常几个星期 放心吧 放心 我明白 但我看你还有一件事说鼻骨的问题 你需要问一下吗 因为医生也有说我鼻骨大 但其实我不太明白什么意思 但他说要做手术 我当然不想开刀 这个可以怎样呢医生 中间有个叫鼻中隔 就是一幢墙分开左边右边鼻孔 这幢墙 九成半的人都弯曲了 这是天生 通常我们十多岁的头生定了 里面长长了一点 自然就会弯曲了 其实看不到里面 但如果你看到鼻腔里面 差不多一百个九十五个都彎 但看回它弯得多严重 明显一边会窄一点 一边会阔一点 加上鼻甲骨在鼻胳两旁側边 如果鼻中隔弯曲比较厉害 加上鼻敏感 旁边又长得大 自然就会被塞 所以两件事都会有影响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见人做手术 就是被塞的问题 因为鼻中隔弯曲得厉害 加上鼻甲骨肿胀得大 首先会建议人先控制鼻敏感 让鼻甲骨在旁边不是肿胀得太大 鼻甲骨就像一个香腸在旁边 如果不是胀得太大 但其实大部分人呼吸已经会舒服了一点 所以我们首先会建议人先控制鼻敏感 不理想的 而人们仍有很多鼻塞 例如他们经常做运动 如果有鼻寒有睡眠窃息的问题 反而这类病人做手术就很有帮助 你做不做运动 Roy 也有做 是否做运动都可以帮助 其实做运动未必能帮助过敏 因为过敏是其他问题 是我们免疫系统的反应 有些人因为基因问题会大些 如果父母两人都有过敏的问题 八成几个小朋友都有 但不代表一定是严重的 但有运动会帮助血液循环 其实有很多人会觉得舒服一点 在此 谢谢 大家想问一下鼻敏感 不妨在这段影片留言 我会请多多人去文字 或多人上来回答 谢谢 如果你有另外一些问题 想亲身问我们的医生专家 就将你的问题 WhatsApp来25156868 WhatsApp给我们25156868 连着你的联络电话 我们会有专人来问你 就像今天 Roy可以亲身 可以问到Dr.浩 记得喜欢这条影片 请订阅分享 还有按键 还有我有个Apps 电话单的Apps 你可以随便加入 多谢大家 多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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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